好,開始吧 來,我們看一下第七題,題目怎麼說的 他說請你過A點,做BC上面的高 好,這個也是一樣,我先畫個簡圖給你看 他希望做的圖是這樣子的 就是A在這邊對不對 A在這邊對不對,然後做一個垂直線在這邊 這樣看得懂嗎? 這是你要的結果 好,那你要記一下喔 你要記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什麼觀念呢? 就是說,如果要做中垂直 欸,對不起喔,你在做圖裡面 只要畫90度,或者要找終點的 都一定跟中垂線有關係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會不會? 好,我再講一遍喔 只要題目需要畫90度的 或者是需要畫終點的,都跟中垂線有關 所以這題目是要幹嘛,你知道嗎? 它其實有點像什麼題目呢? 就是線外一個點去畫中垂線 什麼線外一個點?就是說 你以BC這條線當標準 有看到嗎?這條線當標準 然後呢,A是在外面的 然後你如果畫出來一條線 過A點,而且會垂直那個BC的 這個方法要記下來喔,很重要喔 好,那我們看怎麼畫 這題目很重要,仔細聽喔 第一個 以A為原心 以A為原心 適當長為半徑 什麼叫適當長,知道嗎? 就是 你拉的長度夠遠 然後可以在那個BC上面啊 會有兩個焦點的 好,所以我們把它畫起來 好,以A為原心 適當長為半徑 畫弧 這樣子 那我先說 一定會通過BC嗎? 其實不見得 那以我這題目是剛好通過C點啦 其實不見得通過C點 會啦齁 好 然後接下來怎麼辦 你知道嗎? 把這兩個點 拉近來考慮喔 這兩個點,有看到嗎? 然後再以這兩個點呢 為原心 然後誰為半徑 適當長為半徑 那適當長知道嗎? 就是他們的一半 他們的一半拿來用 大於他們的一半 對不起 大於他們的一半 好,然後把它畫起來 把它連起來 畫弧 對不對 再來 以剛才另外一個紅色的點 為原心 然後剛才的半徑呢 為半徑 再畫弧 好,這樣是不是有兩個焦點了 對不對 接下來怎麼辦 把這個點跟這個點連起來 好 我先講一下 你連起來後 這個會不會垂直 會對不對 可是你繼續延長出去啊 請問你會不會通過A點 會喔 會喔 會通過A點 這樣就變成什麼東西 就是過A點的什麼東西 過A點拿到做BC的什麼 高了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再講一遍喔 怎麼畫出來那個 畫出來這個線外一點的那個什麼 中垂線 首先第一個 以A為原心 我看到 以A為原心 適當長為半徑 畫弧 所以你會有兩個焦點 有沒有,第一條線這個焦點 會有這兩個紅點 然後呢 再來這兩個紅點呢 為原心 然後大於1 2 的紅點 那個距離有沒有 為半徑 再畫一個弧 像魚的尾巴的弧 像魚的弧 然後把這兩個點連起來 再延長出去就通過A點了 有看到嗎? 好,這裡看一下 謝謝